一部會議當中有告訴我們說故宮的鎮館 從109年開始要閉館三年這是事實嗎 準備在評估這樣子的一個必要性 從頭到尾要根據你這個東西 你只有擴建 我沒有看到有一個告訴我說 你故宮鎮館要停館三年這件事情 院長這是何其重要的成因 那個計畫不會這樣寫 那個計畫根本就還沒有 還沒有就是落實到這個細節 我要必須要嚴格的糾正院長 你任何計畫經過行政院何可 你在擴建計畫 你每一項計畫你要根據計畫過來 如果仔細看那個建造的騎乘 各個處事 他們過去都有過同樣的經驗 沒有一個會覺得說還可以繼續 整個鎮館最多遊客去 每年可以吸引四五百萬 甚至六百萬的遊客的地方的鎮館 你現在告訴我109年期 它正式要封閉 全部要來整建 然後來做其他的事情 你現在是正式告訴我這件事情嗎 我們都已經討論完了以後 我們才會對外正式公開 所以院長是你說的還是張錦森說的 國保要往南院至少帶來三百萬的觀光客 你就是把我們這些大家覺得最重要的這些 把它運到南院 然後請問這三百萬是怎麼算出來的 然後這就是你們的計畫嗎 而且院長我要特別講一句 你是中華民國目前史上 在上班時間第一次接見所謂的縣長候選人 這是一個政治的一個敏感度的問題 我們都還不知道鎮館要封閉的狀況之下你在討論如何把國保放到嘉義 你才會讓人聯想到你是不是來替你這些嘉義縣長來做這樣子的背書 南院可以提證我們非常的歡迎 因為畢竟目前為止每一年都起 南院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另外一個展場啊 我知道我現在只問說故宮的鎮館封閉之後你這些文物全部要搬到南院去嗎?或是大部分要搬到南院去嗎? 那個南院就不可能接受那麼多的 2015年法蘭克福的書展報告 跟你們人家所出版的全球出版的五大趨勢 對不起 長得很像 雷同度高百分之七八十 公務員是在文創行銷處 你們文創行銷處最重要的都是在幫人家解決有關於盜版侵權的問題 阿這個人竟然先去抄襲人家 你覺得這個東西你要不要處理? 這個我回去再瞭解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 你的出國的計劃的變更 106年變更度是最高的 常常見把變更的比例超過八成 而且你看很多預算的比例呢 你看108跟103你都超過了兩倍 那你就常常變更 然後你出來報告又給我抄襲這麼多 而且是文創處院長 我特別提出來請你務必一定要注意 我問過的公路總局跟農委會 他們說這種車子能在田裡啦不能在一般道路 這是你們故宮在運送書本的車子 而且你找臨時人力來去做 你們特別是書庫裡面的一位女主管 每天流動率很高 叫這些公讀生開了這輛車去運輸 故宮都是坡度 我告訴你如果這些東西發生問題院長你怎麼辦 我們的員工都會把它處理得很好 這個沒有問題 院長你完全 你不要看到這些知識節節的事 然後就以為是 錯院長我告訴你這不是知識節節 是個所謂的書庫的工作人員 流動度很高你應該去了解一下 而且你們的主管呢對人家 常常呢就是出口都不遜 跟勞工局還可以檢舉你們違反勞基法 你不是知識節的事情 這些只能告訴你故宮的管理出了這些的問題